CD最实用的六种选择方式 你肯定不知道 尤其是最后一种安排 咱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人物的立面图 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一套图纸 来跟大家进行讲解 第一种点选拾取 哪里需要点哪里 第二种选择方式 交叉选择 从右至左框选对象 接触到的对象就会被选择上 第三种包含选择 从左往右框选 包含在选区里的对象 才会被选择 没有包含是不会选择的 第四种套索选择 在高版本当中 按住鼠标的左键不放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套索选择对象 第五种快速选择 那这个也是属于公式选择 我们运用到的是整个图形 对象的类型是咱们的快参照 那咱们可以通过颜色图层线形 以及比例去选择对象 那在这里我们把颜色改为红色 当我们的图形等于红色 对象才会被选择上 看没有 那这个时候 咱们把运算符改成不等于呢 诶 你会发现 咱们在这里改成不等于 那咱们红色之外的对象 就会被选择上 那最后一种呢 就是咱们的条件选择了 FI 这里边我们可以直接添加选定对象 那咱们这个对象所对应的属性 全部会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保留关键的条件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要选择红色的对象 我们可以直接保留红色 删除多余的条件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删除 也可以按键盘上的delete键 那咱们整个的图形当中 只要是红色 我们就会被选择上 那同样如此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继续看到 我要选择咱们这个图当中 所有的快的对象 那我可以直接选择对象 那咱们在这里边 保留的关键的条件是什么 是快 那其他的呢 我们可以直接删除掉 点击应用 框选整个图形 这个时候总共有多少个呢 这里边写到了有52个 你都学会了吗 关注加点赞 关注小米老师直播间 咱们接着分享 咱们接着分享 谢谢大家